- 郭寶, 郭寶, 兩件事的收聽 嗨, 大家好, 晚安 如果呢, 這兩天我聽節目一樣老規矩 就已經給你彩蛋了, 今天誰要來? 通常在昨天第一段或是每個小時最後一段 我都有偷偷放他的歌給你聽 今天呢, 他來啊 要這樣說嗎? 我不是很高興 因為通常碰到帥哥我都不是很高興 但是, 因為他是我學弟, 我特別特別的開心 剛剛呢, 有刻意要跟他相認一下 而且我今天第一句的問候就是 こんにちは 好啦, 請你鎖定我們的直播 然後今天帶來賓來探班 就是今年上半個月, 下半個月第一個來探班的 請你鎖定我們的臉書粉絲專頁, 鎖定職位臉書粉絲專頁 我們要進現場囉 謝謝搖耳朵 大家晚安 謝謝Emily 謝謝主播的收播新聞 通常呢, 我很少在第一首歌就放 Japanese Song 你知道玉木洪是來自明古屋嗎? 我若沒記錯的話 他是來自明古屋的歌手 我非常喜歡玉木洪 然後呢, 我今天好開心好開心喔 今天來探班的人 他也來自明古屋耶 是嗎? 就不然家不要講話 好啦, 我們先聽一段玉木洪 請你鎖定我們的臉書粉絲專頁 找到PopRadio聯播網 也請你鎖定哲偉的臉書粉絲專頁 當然請你下載我們的App程式囉 今天來探班的是誰呢? 我們先聽一段玉木洪的Slow Time 天好一直不讓他放下來 但是我跟你說 他本人啊 比那個海報啊 比我在他粉專看到他的人 他本人更精緻 他很像漫畫走出來 就從漫畫走出來 我就覺得 都怪我爸媽 就是怪自己爸媽幹嘛 好啦, 進現場啦 耶穌的我 阿大媽 他是玉木洪來自明古 當然今天我有來自明古的歌手 今天誰來探班了呢? 今晚誰探班? 誰啊?誰啊? 嗨, 大家好 我是楊優騰, 優 掌聲鼓勵, 拍拍手 通常啊 現場有人的請拍手 福哥 福哥你不能忘記這件事喔 好不好 我們也跟直播的朋友們問好 你是誰? 我是楊優騰, 優 楊優騰, 優 我會叫你優嗎? こんにちは 我是Vo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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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會得講完了 通常晚上應該要說什麼 KONNIG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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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要講KONNIGIWA也是可以嗎? 不太行 所以要KONNIGIWA KONNIG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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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叫你YOU YOU 歡迎你 我們剛剛才 先恭喜你 發行全新的EP 對不對 我想大家已經在媒體上看到YOU的露出了 其實他之前做了很多事 也許你看過很多廣告 然後拍了很多很多的廣告 這次的EP叫什麼? 這次EP叫我的業務所事 我的業務所事 我講慢一點你可以嗎? 可以 你如果聽不懂的話 OKOK,我會跟你說 那我問你喔 如果日文說 再說一次要怎麼說? MOY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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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YOU是我的學弟 我們兩個都來自實踐 他念的是 餐飲管理 我當時我們還沒有分的時候 我是HOME ECONOMICS 其實我叫做生活應用學系 所以我一直在這兩天注意他的消息 注意YOU的新聞 聽說你很會炒飯 很會煮飯 你知道學長今天吃 這也不會變 我今天第一次見面 所以我今天在家裡炒飯給你吃 來,幫我端上我的炒飯 我剛剛在家出門的時候 請你嚐一下我炒的飯 這我要怎麼反應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就是請你嚐嚐 因為我們一樣的同學 這我自己做的 認真嗎? 你可以認真 認真 認真認真 因為我有廚師執照 我自己也會做菜 真的嗎? 所以你可以嚐一個 應該不會影響到你嘛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我大概9點多來的時候 有一點點晚 我不知道今天經紀人都在 不然我就多煮一些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我怎麼覺得好像來到日本料理店 哈哈哈哈 那我可以吃一口嗎? 可以當然可以吃一口 我就是要請你嚐一口 然後我用的是台灣的米之外 我找了台灣的豬肉 還有我自己去研磨的胡椒 我自己找到一個很好吃的胡椒 這個胡椒有聞到 對,請你吃小口 可以嗎? 超好吃 真的假的 喜歡的味道 喜歡嗎? 這是讓你帶走的喔 喔 好吧,我有準備盒子 不好意思小金姐 等一下吃完 可以嗎? 學弟 很好吃 真的 好,你先把它吃完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楊宇騰 發行了全新的EP 剛剛我請他吃我自己在家 我自己炒的飯 然後 因為聽說他的做飯的功力也很厲害 所以我想說難得學弟來 除了讓他嘗好吃的炒飯之外 我也要介紹給聽眾朋友好聽的音樂 讓你的音樂就像炒飯一樣這麼香 圍繞大家的身邊 這樣 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 兩個月 兩個月 那 在過去啊 拍了廣告啊 然後拍了戲劇啊 然後做了那麼多代言 為什麼突然想在音樂上面 要有一個作品給大家 應該說就是我對 音樂是一直有興趣的 是 然後是因為我一直是忘記他的 喔 因為你有很多別的事情在忙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就是一直都很喜歡 然後也喜歡唱歌 是 然後是有一天就是 我跟公司說 喔我真的很喜歡音樂 是 你可不可以跟我走這條路 讓你走這條路 然後 讓公司聽你的創作嗎? 沒有 就是 就想要唱歌 那公司當時是怎麼回答你的? 就 沒有 這有點不好意思 不會沒關係的 我們就當聊天 很輕鬆的聊天 不要因為經紀人在就不敢聊 不要看他 不要看他 看我就好 他也願意 他也願意 OK 那我們就試試看 是 那你還記不記得 你第一首學的歌是什麼歌? 第一首學的歌嗎? 不管是中文或 應該是日文嗎? 你還記不記得你第一次自彈自唱的歌 記得耶 你可以來一小段嗎? 但是等一下會表演 等一下就會表演 天啊 那我問你好了 你幾歲開始 知道自己喜歡唱歌 自己喜歡唱歌? 嗯 嗯 不對 因為我小時候 就雖然有點害羞的小朋友 感覺是耶 真的嗎? 感覺是 因為我在看你的廣告 因為可能 因為是包裝嘛 都不要 可是我看到你本人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是真的有點害羞 喔 唉唷 It's ok 就是 但是 就可能 台修部 是不是 台修部 但是真的就是 到處 在什麼場合都會去 就一直自己唱歌的那種小孩 喔真的嗎? 但是 國中的時候是最害羞的一個時期 對 就可能就跟朋友去唱歌 但是我死的不唱的那種 真的假的 然後聽別人唱嗎? 對聽別人然後就 喝飲料 就一直看著 然後看別人唱歌 對看別人唱歌 那你可以告訴你第一個 Idle 第一個偶像是誰嗎? 第一個偶像喔 對啊 就最喜歡的歌手或藝人 我第一次真的追的 有一個樂團叫 Ladwimps 就 R-A-D-W-I-N-E-S 你大概國中吧 對國中 國中一年級就開始 對 你們幹嘛笑 為什麼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很棒 你們知道這件事嗎? 你們知道齁 OK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了 就是你自己的追星的生涯 就開始 那時候有覺得自己想當明星嗎? 那個時候我完全沒有上 因為就是 因為我吉他 學吉他也是從 模仿他們的 喔真的假的 那唱歌是有另外一個偶像的 喔唱歌是哪一個偶像 唱歌是哪一個偶像 唱歌就是 范蘭兄弟的阿珠西 阿珠西 阿珠西是 主唱 對 范蘭兄弟的主唱 哇好厲害 那話不多說了 我覺得我們就先來聽 You唱歌 好不好 因為剛剛他都講了 他練了第一首歌 就是你等一下要唱的歌 對不對 欸 是嗎? 欸 我說你第一首學會的歌 對對對 就是現在要唱的嗎? 喔好 可以先唱日文 喔可以先唱日文 喔 好啊好啊 來 怎麼辦? 我覺得我是不是講太快了 蛤? 啊什麼東西? 片頭在第二段 喔片頭在第二段 喔 對齁 對齁 因為我們等一下有個空中外語教室 因為難得有真正的日本人來 所以我們在第二段 我們先唱中文歌好不好 OK 你先跟我說為什麼要挑這首歌 我一直很好奇 挑這首歌 對啊 因為這首歌是我朋友給我介紹的 然後就一聽就是有感覺 就喜歡了 對喜歡 然後這個吉他的旋律也是 我覺得喔好舒服喔 你練了多久 還是說你 練了多久 因為喜歡可能會練比較快吧 嗯 練了多久喔 沒有就 隨便拿出來就 拿個吉他就 隨便彈 就彈 你看看你說他內向 他其實也不內向齁 我說練了就 沒有吉他拿 默默就彈 沒有 有這麼拽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啦我啦我啦 我是把它放大 好 又帶來這首歌 是 呃中文歌 叫做什麼 呃叫 廖俊 濤 濤的 誰 廖俊濤 呃因為我們比較不熟悉這個人 你要不要幫我介紹一下 這是 來自哪裡的歌手 好謝謝我看到他的表情了 OK 沒關係我們就從今天開始 把這首歌 從廖俊濤變成 楊宇騰 U的歌叫做 誰 謝謝 音樂 音樂 拼命呀就有些难提备 跟别想走自卑 动情再不会给我完备 反而让我流泪 做得越清晰越像这位 总而微笑半杯 告诉自己其实无所谓 彻底纷醉 在你眼中我是谁 你是我的爱的谁 彼此交换喜悲 爱的多疼总先掉眼泪 在我眼中你是谁 把整被爱的滋味 拥抱让你好累 爱的多疼总先变虚伪 爱从让我掉下微的眼泪 我要现场的掌声鼓励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全部人都盯着你看你很紧张 还有一个人在拍我 你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除了想要好好的唱它之外 因为我对这首歌的情绪 为什么特别的不一样 不知道耶 就是这首选录跟歌词都给我一个很悲伤的感觉 悲伤的感觉 你不快乐吗 没有唱这首歌的时候 所以我知道你是中日混血 对不对 所以你在学中文的时候 因为你应该是从小就在日本长大吧 所以你回来再回到自己中文这个母语的时候 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 就是你自己在讲中文的时候 呃就讲中文 就对外国人的时候 中文的翻译是最难的嘛 是 然后就一个是 刚刚也是就吵翻了就常常被骗了 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新闻嘛 对不对 还有闹过别的笑话吗 笑话有啊 就前前两天 以前上个礼拜的时候就去拍MV 嗯 然后就去有一个场景是海边 是 对 然后就是我就坐着玩水 然后就经纪人就他们跟我说 诶你想下海哦 笑话 然后就很想啊 就很冷 然后就一直笑 大家就一直笑你 哇你果然下海 哈哈哈哈 不过我觉得 拥有自己的EP算是两首歌 也自己有没有觉得特别的开心 对 很感动因为 因为就错一笔 就是 对 也是一个 我的梦的第一部 是 对 所以非常感谢 我的公司 然后谢谢陪我 就一直 这条路上一直陪我 是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嗯 该不会你在拍那个MV 就是这首水蓝色情人吧 是的 你看他的表情很陶醉 可以 可以聊聊这首歌吗 这首歌就是这首歌的主角是很思念对方 哦 就是思念对方 哦 就是回想一下就曾经看到的一个海边 嗯 或是看到什么东西就想起它 嗯 但是这首歌是并不是一个很悲伤很悲伤的歌 就是 就一个思念的歌 然后想要 给大家知道就是 有些 就是 我会 嗯 怎么说 应该说有一些思念 其实我们可以不一定那么痛苦 它其实是有 很值得你笑的 对 或者是值得纪念的 然后对方也一样会想念 是 对 就这首歌场现就是 水蓝色情人 水蓝色情人 你自己现在有情人吗 没有 因为我知道经纪人说 嗯 就是也没有敬爱令 但是 好啦 等一下先听歌 再来好好拷问你 这首歌叫做 水蓝色情人 今天来到现场的是 发行全新EP的杨宇腾 You 我很喜欢这首歌 这首歌声线很适合他 好 我们先直播的时候 先跟大家讲好不好 来 还是很帅还是很帅 不相信 哈哈哈 还帮他看一下 你看一下镜头 可以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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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在线上的朋友 谢谢你们支持 You 杨宇腾 谢谢 然后我记得 我记得也是第一次看到他 他真的还蛮害羞 可是就是 他聊天 蛮有他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 这是一个 在今年的系列里面有比较少见 他腼腆当中 但是又带一些他自己 他自己的风格跟自信 你现在听到的歌 就是他新的EP当中的 水蓝色情人 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 Follow You的 这个Fan Meeting 就是朋友交流会 对不对 然后在10月11号 在哪里呢 在市民大道的 New Zone 那 那 要怎么样参加 就是哪一批 EP里面有我们的 交流会的门票 是 便宜一批就可以日常 好喔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去买 这个实体专节的 趕快去买 我想当天呢 也应该也会翻售一期 翻售一期 不想 会吧 我记得会 不然他 我现在就要去 我找不到唱片行 我就现场买了 就去 对不对 我很懂的 所以请大家 呃 带着你的好心情 然后 跟You一起见面 当天呢 有很多惊喜要给你们 当然 不变的就是还是会唱歌 对 然后有很多的演出 然后重要的是 你可以跟 You 面对面 好吗 好 等一下我们会再好好的跟大家说 在录音的过程啊 是 你有没有碰到什么 就是 比较挫折的 因为毕竟 一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你开始直拍戏啊 然后代演 你自己在录音的时候 有没有碰到 好玩的啦 不要说错 就是好玩的 好玩 因为毕竟它是中文歌啊 嗯 对不对 其实还是姚慈的部分 就是 其实很多音 就是 就是 就 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安跟安 对 对 就可能你跟我说一直安 安 安 然后你久了 到底我要唱哪一个 可以可以可以 就很多 还有 R的声音 R 卷舌 对 因为日本好像比较好卷 RUN 对不对 RUN 所以有很痛苦 很痛苦 因为 就自己 听得懂 我不对 但是 但是有时候唱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 对 有没有很神奇说我干嘛要出唱片 哈哈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一直闹你 好啦认真说刚炒饭好不好吃 真的很好吃 认真齁 不好意思经纪人我不知道你们在 真的很好吃 下次来 真的齁 好 喜欢就好你要带回去 那除了这个Fam Meeting之外 也没有计划 接下来 因为 毕竟是EP嘛 你到底接下来有计划 譬如说我要做整张专辑啊 或者是写真啊 或是 有吗 这有最喜欢 好 那我们就关注一下 YOU的那个 所有的社群媒体 包括IG 包括脸书 粉级专业 羊 牧羊羊 哈哈 宇宙的羽 然后哪一个疼呢 哈哈 小心疼的疼 耶 很棒 好不好 然后找到 如果 找到这三个字之外 如果你直接找YU 应该也找得到 因为我之前也是找YU 就找得到 然后如果任何的讯息都会在 所有的脸书粉级专业 还有IG 告诉大家 请大家随时关注 那新的MV什么时候要上 可以透露吗 这个 还不确定的样子 好 我跟你讲 通常 咦 讲出去了 通常人家主持人像在问说 MV什么时候 就关注我的脸书粉级专业 我们随时都会 这样对不对 哈哈 不好意思 OK 什么 可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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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农历的情侣 好棒喔 七夕 七夕要上线了 请跟着你心爱的人 或者是你思念的人 你也可以把那个MV的连结 贴给你爱慕的人 告诉他说 你是我的那个水蓝色情侣 是水蓝色情侣 好不好 这样好不好 我可以去公司当企划的吗 福哥 哈哈哈哈 好喝点水吧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是 就是要难得那个宇腾来 所以我们要请他帮我们担任那个 日文小老师 好不好 然后你要教我们简单的日文 上次是谁教我们 Cube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个DJ 就是那个 就是他都播日韩音乐 然后他对日文很精通 他有时候都会来我这边教大家日文 对 OK 所以你现在住在台湾 对 那日本那边有个家 是 我一个人在台湾 所以我父母都在 OKOK OK 哇 辛苦了 辛苦了 但是做自己喜欢的是很开心 对 对 很开心 你是不是觉得台湾很热 其实我住民谷嘛 民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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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因为我没有去过民谷 但是我知道好像那边也是蛮热 嗯 OK 那习惯台湾了吗 习惯了 因为你都来这边念书了 对 所以吃啊什么都吃 因为来台湾六年都 都习惯了 所以你也敢吃臭豆腐 臭豆腐不吃 哈哈哈 猪血糕 呃 面强可以吃 什么什么 什么可以吃 勉强可以吃 勉强可以吃 哦 啊 好特别哦 好的 我觉得我好像随便说话 就会吓到他 哈哈哈 来了哈 戴耳机 我们要进现场了 一起在一起 回到节目现场 你锁定的是九一气包箱 跟我们一起音乐摇耳朵 今天来到现场的是 嘿大家好 我是杨忧腾 杨忧腾 不好意思啊 我太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當然如果有很多人在看直播的朋友 謝謝你們留言給YOU 我想等一下下節目會好好的看 然後有人說你唱歌好好聽 然後因為我一直一時都忘記你在台灣也念書 來台灣五六年了嘛對不對 我們剛剛都忘了介紹這首歌 這首歌就是我們一開始聽到的叫Follow 這首歌在寫Follow的你嗎 就是一個Follow的Follow 我有看記者會而且你還有唱跳 對 所以跳舞也是你自己專精喜歡的事情嗎 跳舞是比較挑戰的 挑戰的 那你也是為了近視新的音樂作品而讓自己跳舞嗎 對對對 就把短期的訓練期完成一個舞蹈 哇很厲害我有看直播 你當時在記者會上有沒有很緊張 一、三台緊張 但後面慢慢 就是比較放鬆對不對 那你覺得啊台灣的 就是說你在這麼多的地方有這麼多的演藝工作 你來到台灣的演藝工作 你有沒有覺得台灣演藝工作對你來講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我在其他地方沒有 沒有 沒有工作過 真的喔 我只有在團 哇真的啊 都一直在台灣拍廣告這樣子 對 好那你還 你碰到台灣的歌名應該 粉絲也應該很多了 你覺得台灣的粉絲怎麼樣 其實也沒有 也沒有真正接觸過對不對 對對對 你看多屁我的一張紙啊 好重點是他現在發行了全新的音樂作品 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你過去的廣告的作品 在YouTube上面嘛 對不對 所以請大家現在開始就關注 楊宇騰的任何的社群媒體 包括臉書粉絲專頁 還有我們的IG 那直接就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有個很重要的見面會好不好 是的 因為聽著這個歌就是Follow You 的第一次的Fan Meeting 就是我們楊宇騰首場的朋友交流會 在幾月幾號呢 在10月11號 在哪裡 在市民大道的New Zone 是 要怎麼樣才可以進去 就憑EP就可以日常 是 這個朋友交流會喔 憑EP就可以入場 那EP 如果呢 你現在去買一定來得及 10月 那你當天如果很急很急 你到現場也是可以 而且我覺得 你看從8月9月 我相信他會準備很多東西在見面會上面 先不要透露 好不好 OK 好 剛才聽到的是我們的這個Follow 當然剛說到了今天難得你來 日本的朋友來 就要當一下我們的日本小老師 好不好 那你準備好嗎 你先要變身楊老師喔 我要給你一個片頭 好不好 你聽一下片頭 我們就來了 好 GO I STELLU JUDEM SALAMY DIAMO O 空中外語音樂教室 嗨 各位同學我們一起說 YOU老師好 預備請 YOU老師好 你好 老師你今天要教我們什麼 你要先 因為通常來這邊都是先唱歌嘛 在歌裡面找到單字 你要先介紹單字還是要先唱歌 先唱歌 好 那這首歌就是我們剛剛在上個節目 不小心透露給大家的對不對 就是一首日文歌 是你第一次自彈自唱學的歌 第一次自彈自唱 這首歌主要的內容在講什麼 就是很青春 就是很青春一個愛情歌 哇青春愛 青春 有沒有一點點你自己的愛情故事在裡面 偷偷講一下嘛 有沒有一點點就好 就告訴對方我很喜歡你很喜歡你 然後你那時候有跟對方在一起嗎 啊我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人家說 欸奇怪 又要對我圈套 是你的初戀嗎 沒有沒有 沒有 這首歌其實在日本是一個 很有名很有名的情歌 就是 應該大家就是玩過吉他的話 肯定會彈的一首歌 哇好喔 這首歌日文怎麼念呢 叫Cheli Cheli 好那我們就先聽我們的Yu老師唱囉 唱完再來告訴我們剛剛那個單字 OK 好不好 OK 歡迎Yu 來我們拍拍手吧 君を忘れない 曲がり込めた道を行く 生まれた手の太陽と 夢を渡るキロイスな 夢を渡るキロイスな 二度と戻れない 二度と戻れない 今週に凝り合って 転げた日 きっと想像した以上に 愛してる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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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響きだけで 強くなれる気がしたよ 囁かな喜びを 潰れるほど抱きしめて 愛してるよ 愛してるよ 好青春了 好青春了 來我幫你拿著 那我們請老師把白板拿起來囉 剛剛這首歌老師 歌名再跟我們唸一次叫做什麼 Cheli Cheli Cheli是櫻桃Cherry的意思嗎 好 老師要先教哪一個 我們對著鏡頭來好了 來 先教 好 先教什麼呢 這首歌的第一句 第一句是不是 第一句叫做 君を忘れない 老師 too fast 君を忘れない 忘れない 君を忘れない 忘れ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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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這個歌 忘れない 好老 是演歌耶 好來我們對著 我幫你拿著 老師 就是一節一節念 好不好 叫做 君を 忘れ 忘れ 忘れない 哦 又忘記了 君を忘れない 君を忘れない 忘れない 它的意思就是 忘不了你 哦忘不了你 老師我們上面 通常我們日文知道有 平假名片假名 是不是這樣分別 嗯 那上面這個有差嗎 那就是漢字跟 直接就是漢字 對跟 好 所以剛剛第一句就是唱這個 對 一整句是什麼 你可以清唱 君を忘れ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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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各位同學 我們一起唸一次 預備 七 君を忘れない 欸你要跟著唸啊 幹嘛不跟著唸 因為拿那個 只有這個時候可以控制別人 欸福哥要唸一下啊 是不是 主任來唸一下 預備七 君を忘れない 君を忘れない 就是忘不了你 我們一起再唱一次 剛剛的音叫做 君を忘れない 好 這是這個 又老師介紹剛剛歌的第一句 如果說我們通常會跟 譬如說跟喜歡的人說 我忘不了你要怎麼說 一句 我真的忘不了你 用日文 是否很難 是否很難 本当に 本当に あなたのこと あなたのことが忘れない 違うな はい 就簡單啦 就意思就是說 對我忘不了你 就簡單說我忘不了你就好了 就 譬如說親愛的 我忘不了你 好 親愛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算了 就是我忘不了你 OK 那我們再來介紹第二個好不好 好 老師第二個是什麼 這個 好 哦 抱きしめて 抱きしめて 哦 哦 如果你們啊 去見面會的時候 就 抱きしめて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這樣嗎 握手的時候 如果他真的 他會日文的很多啊 他說 抱きしめて OK 那你會說什麼 OK 好 這個叫做 請抱緊我的意思 對 來我們慢慢的念一次 預備 抱きしめて 來大家念一次 抱きしめて 抱きしめて 我們好久沒有出現的這個空中外語教室了 所以剛剛這一句出現在哪裡呢 哪一句歌詞 我一直在考它 我一直在考它 最後一句 哦最後一句 哇你好厲害 第一句跟最後一句怎麼唱呢 抱きしめ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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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老師幫我拍手了 好開心哦 好如果說 如果說啊 就是你下班很累了 回到家了 看到你心愛的另外一半 就一定要他擁抱 可以這樣講嗎 對 抱きしめて 然後我就 然後就會覺得 哇 好老師介紹我們這兩個單子給 Yu老師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你有沒有覺得來上我節目很累啊 沒有 要一直做這些微博 還有一些叫你吃東西 然後又要叫你幹嘛 很好 重點是 新的EP發行了對不對 對 那這一次的 EP的名稱我比較好奇 叫做我的夜 我的夜 無所事事 為什麼 就是 因為我是比較夜生活的人 然後就是 夜生活 你皮膚還這麼好 你是不是吃防腐劑 就亂講 我教害小孩亂講亂講 對 然後所以 Sorry 就是 這時間的 我的靈感會有很多 然後就是 把自己的想法 然後 回想一下 就是把自己的情緒 會弄得很深很深 然後跟 也是一個 跟自己對話 哇 這句話說得很好 嗯 就是 希望可以展現這個魅力 在這個專輯裡面 嗯 而且我覺得 每一個人在現在的生活上面 講步都非常非常的快 對 我們都很少有機會 可以跟自己對話 對 所以我覺得 今天又也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就是 雖然他的字面上 說的是我的夜無所事事 可是 其實每一件事情 都是有關於自己 對 對不對 我覺得啊 那天我看到很感動的就是 爸爸 月養電話 對不對 我覺得 我覺得親情是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塊 因為 畢竟相隔兩地 嗯 我們要藉著直播 換你跟爸爸講幾句話 好不好 OK 我不看你 我覺得很難得 因為搞不好這直播我們撿回去 很難得 很難得 我覺得 你可以用日文講 反正OK 我們都不要看他喔 我覺得藉這個機會 而且 爸爸媽媽就像這首歌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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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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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拍手 你們不覺得剛剛 佩晨她的 她的日文的OS 我覺得這首歌 可以做一個2.0版耶 剛剛 剛剛 不要 哈哈 好啦 我覺得 有機會讓爸爸看到這個直播 讓經紀人看到 覺得YOU在這邊很努力 然後請爸爸媽媽不要擔心 她在台灣很好 然後再一次 恭喜YOU發行你的全新的EP 謝謝 還是要提醒大家 雖然10月 嗯 說快不快說慢不慢的 很快就要到了就是 楊宇騰跟大家的見面會在幾月幾號呢 10月11號 是的 在New Zone 只要憑著EP 就可以進場了 好嗎 而且這一場 呃 見面會很難得 目前是只有一場啦 好 OK 那我們的新的MV 這一首水然色情人會在七系上線 也請大家關注 YOU 楊宇騰的臉書粉絲專頁還有IG 謝謝你來玩 謝謝 謝謝 我會不會講太多 謝謝 謝謝 沒有沒有 好啦 希望你接下來的音樂錄 呃 越來越順 然後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謝謝你 希望你每次有新作品 都來只有一個酒席包箱玩 好嗎 謝謝你 謝謝 OK囉 謝謝你我們最後就聽這首歌叫做 水難色情人 謝謝YOU 謝謝YOU 好 我們要來接住 不會不會我們結束一下那個 直播 好囉 謝謝大家 他是一個 勉腆的小男孩 對我來說 呃 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 不管你的夢想是跟YOU一樣 是音樂 或者是你的夢想是什麼 我覺得跟YOU一樣 勇敢去追 勇敢去闖 然後一定會有很好的成果 然後最重要的是這個過程 真的 那剛剛線上很多你的粉絲 有沒有什麼話跟粉絲說的 呃 呃 我覺得這條路是 我是還是一個 存在成長的過程 就希望 你們看到這個 我的成長的過程 你們會喜歡 嗯 就可以讓你們 給你們一個 動力 對 然後也希望你們跟著 YOU一起成長 好嗎 記得喔 10月11號 在NewZone的 朋友交流會見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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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